在我旁邊的是NDN健康管理中心 總營養師 黃愛玲 黃小姐 黃姐你好 你好 今天我們在找黃愛玲 黃小姐來 主要是因為 上次在閒聊 我們在開港 你有說到以前 有一個十四歲的小孩 對 國中生 對 就 因為肥胖然後後來有 就是猝死是不是 對 這個個案就是 他是一個國二的學生 然後他是因為肥胖 160公分有80公斤的體重 160公分80公斤 而已 現在破百這麼多 他其實應該 我在推論他是從小就胖 再到國二的時候就80 通常這種80公斤 如果沒有 暫時還沒有狀況的話 他到大學一定 我說大學學校旁邊叫做摩考 學校旁邊都很多 很多攤位都是大澱粉 精緻澱粉 精緻高糖 對 他經過大學的洗禮之後 大概會再多個20公斤 隨到我們門診來都破百 那很正常 對吧 不過這個偏偏運氣比較壞 可能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從小到大 吃的東西的種類 或者是說因為他的內臟脂肪 特別的高 或者是說家族的基因 在心臟方面是比較弱象 我們每個人的家族都有長相跟弱象 他是可能比較弱象 結果就導致他有一次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就心音性的休克 就猝死了 老師跟家長都很遺憾 因為這個學生很有禮貌 品學兼優 可是唯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讓他的人生沒有辦法繼續 居然居然是因為肥胖害了他 可是160公 以現在來看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 幾年前有一段時間 可是現在很多小朋友其實 真的從國小我看他們就蠻胖的 對就有一個青蛙肚對不對 對 有的家長就會有警覺 我們門診也會收這樣的孩子 8歲 他們這種狀況是跟遺產有關 還是因為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的佔比比較高 當然不能排除說 一家的飲食習慣可能都 你看小朋友胖爸爸媽媽 通常也不會太瘦對不對 那也有是爸爸媽媽 很標準身材 可是因為小孩子從小 可能生活習慣的關係 或者是一不留意 讓他可能有一段時間 一個暑假常常喝糖飲料 讓他的脂肪 只是手搖引那種 對 就那段時間就變異了之後 就變成擁有了一個肥胖的體質 體質其實是一個病態的體質 健康的人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吃得胖 會繼續肥胖的人 基本上都已經有點身體的機能 特別是我們常在講的肝功能 都有問題了 有脂肪肝了 小小的孩子也會有脂肪肝 這時候如果及時的家長 有協助他瘦下來 可能他可以避免掉日後 短命的風險 我上節目我喜歡講的比較直白一點 要不然你講的磕磕磕磕磕磕 有時候沒有辦法警告到 他處在危險狀態當中的人 所以我說這樣的青少年族群 或者有一些 就是以脫代變的肥胖族群 其實有點像溫水煮青蛙 在溫水裡面煮青蛙 青蛙沒有感覺 他只是覺得水溫溫的 好像還好啦 可是等到他發現燙的時候 他不會糊了 跳不出來 不會糊了 痛一下就吐死了 你看他人生本來還可以 好幾十年 那個國中生其實才14歲 14歲 對 14歲 對 很可惜 14歲太早 太早 就像我常常 我們的書裡面也有一篇文章 我在寫一根香腸的悲哀 這個我也覺得很印象深刻 一根香腸的悲哀 就是我們來講香腸 這個孩子也是國二 剛好也是國二 他在我們中部的海線 就是應該是在吳七 那邊的個案 然後是由我們台中 以前台中榮總的一個教授 就是王輝民教授 他寫的一篇報導 不過這個個案我知道 因為我當然是三十幾年了 這個十六年前的我有印象 這個孩子是怎麼樣的情況 他被發現大腸直肽癌的時候 已經是末期了 從他發病到走 離開人事只有四個月 也是四個月 斷斷四個月就走了 剛剛那個是心臟猝死 這個是四個月 那他怎麼來的 他後來確定是 王輝民一開一看就說 就是吃香腸 的確他的生活習慣裡面 有天天吃香腸的習慣 可是香腸 一條而已對吧 我們不能因為 就是因為人家說不能 因為二小而為之 三小而不為 就是看起來不齊言 他每天吃 他就是爸爸媽媽做生意很不容易 然後每天就給他十塊錢 那時候十塊 可以漂幾個香腸對吧 我們通常你有沒有印象說 國中國小 我們小時候都是小隔壁 鞭腸很聰明 剛才菜在中 差不多啦 因為他上下學 對 他都走同樣的路 他就從小四 國小四年級開始 每天就拼一隻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隻兩隻 反正就是他身上有錢 所以他就每天吃 至少吃一根兩根的香腸 沿路吃 寒暑這樣不知道有效嗎 小四小五小六國一 國二被發現的時候就放火 大腸直腸癌的末期 一定會大量的變學 變學緊張了才會送醫 哇一看就末期了 所以我的感覺是 我很感慨 我說他在國小二年級 對啊 不是國中二年級而已 國中二年級 等於差不多十五六歲 對 他的人生才正要開始 怎麼沒有一個貴人 可以跟他說 沿沉不能這樣吃 為什麼香腸不能這樣吃 香腸是我們在醫學上 營養師跟醫生都沒有什麼爭議的 就是叫做一級致癌物 對 香腸 火腿 臘肉 培根 肉鬆 肉鬆 你看起來紅紅的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偶爾吃可以 吃料理要快吃維他命C 肉鬆也有 肉鬆也是加工製品 你也不要每天吃 每天吃也是有風險 我超愛吃肉鬆的 我的意思是說可以吃這些都是台灣美食 可是你不要天天吃 比方說你過年一個過年可能吃兩三根香腸 跟你每天吃一根香腸 過年比較沒事 你就算過年一天吃五根 我也覺得還可以接受 只有那段時間 你的腸道的黏膜 就算受傷了也很快就修復起來了 LDL出來修復他 可是你有天天吃 不會負氣 就是他就是每天都在傷害破損 他是因為亞硝酸的關係 亞硝酸 亞硝胺 亞硝胺 打字亞硝酸鹽 這些亞硝酸鹽就是一級致癌物 我們都沒有意義的 的確在臨床上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說 我們在實驗室就做小老鼠實驗室 確定是這樣子 可是這個是很深刻的人體實驗 我覺得這樣的遺憾 如果可以的話 就不要讓它再發生 所以為什麼我會一直鼓勵大家 要做健康減重 或者我把肥胖的病人 抓來門診減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瘦得下來就是一個結果論 一個人可以胖個一二十公斤 累積性的肥胖 就表示他的結果不對 你想他在胖上來這二十公斤 要吃掉多少的垃圾食物 肝功能要有多差 才可以繼續維持他肥胖的狀態 我說的胖就是 大概就是超重十公斤以上這種的肥胖 有一些小女生只是幾公斤那種 那種我們就是另類 就是另類太胖 我說的是這種大體重 這種大體重 你如果一旦能夠瘦得下來的話 他的前途就開始一片美好 因為他又會回到比較年輕的狀態 等於他的警報器跟危機解除了 可是如果你讓這種的青少年繼續的肥胖下去的結果 現在我們整看到有的會當宅男宅女有沒有 現在爸爸媽媽除了擔心說他可能會因為肥胖導致未來容易離癌 或者得到糖尿病三高慢性病 另外一個最怕的是越胖的人越不出家門 因為懶得動 然後他因為現在外交軟體 就是外交食物的軟體很方便 所以他可以完全不出門 他整天打手遊打電動 然後連我們甚至在門診遇到家裡面開公司 爸爸媽媽總經理的位置都可以傳好 他外出門的 誇張嗎 有很多 我們常遇到 因為他出門他會覺得自卑 其實那是一個自信 就是我們不會覺得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一個操縱一二十公斤的人 他的臉跟他的脖子是連在一起的 肚子大到連做公共運輸 走路的姿勢會跟他不一樣 對 然後他從小是被笑到大的 所以他自信心會受挫 所以當他要面臨職場環境的時候 首先如果是在職場競爭可能很容易被淘汰 因為老闆會認為說可能你的體力不夠好 萬一你做做的 有時候又有睡眠中止呼吸障礙 整天都想要睡 所以就說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他在求職的時候就會受挫 會 就是真的會 然後在家裡面就不想出門了 會 我們就說會變成躺平足或宅男宅女 這樣子就這樣怎麼辦 對 扭出來 拉出來減肥 對 因為我們自己也看過嘛 就是年輕的朋友 因為他出來工作 真的 真的太胖 他那個應該跟他的標準體重 應該是有20公斤以上 對 因為他走路的姿勢就變成這樣走 我知道 你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沒有精神 其實沒有精神是因為他晚上 基本上睡眠品質很差 對 這樣的肥胖的人都有睡眠中止呼吸症 那個在醫院一測就一分鐘大概會 一小時大概20次的睡眠中止障礙 那這種人會怎麼辦 他會缺氧 然後他的睡眠品質很差 他就會有點像那個永遠衝不倒 保電的電池 對 我們健康的人大概三小時五小時就飽 快衝 對 精神很好 沒用幾天一直說話 不會痛 不過那種人他大概睡 就算睡八小時十小時 他在電池站起來又傻傻傻 我最怕 我最擔心的就是司機先生 對 有的在開車的問獎 如果開大卡車 那很恐怖 那很恐怖 不過他因為 因為我遇到那個胖到真的 應該是超過 他就是 他有一次我看到他說 就坐在那裡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對 因為他缺氧 他前一天沒有睡飽 然後他的血液裡面就缺氧 腦部也缺氧 所以他很容易就是處在 昏睡的狀態 可是 而且他年紀真的沒有很大 我在估計他大概就是 了不起啦 三十歲 對 那這樣的人你也不要怪他 懶惰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愛吃 其實他們是一個生病的身體 生病的身體通常需要協助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樣是很喜歡協助 這樣的個案就是 你協助他之後 他如果是一個很年輕的年輕人 我都開玩笑 減重二十至少多活幾個二十 他如果二十歲 他是不是可以活到 如果可以活到八十歲 我還可以多活六十年 那這個減重對他來說 在臨床上 我們就認為非常的有意義 對 因為我看到那個年輕的 他後來就是公司待不住 他後來就自動離職了 自動離職 因為你會去用量嘛 就你坐在那邊 然後你不然間你睡著了 睡著了 然後打呼他很大聲 對 那你辦公室 辦公室裡面大家當然會笑他 對啦 是啊 對啊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肥胖的人 他其實他有很多的心酸 然後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沒關係啊 我們就下定決心開始減肥 然後 我覺得 我們通常在門診 會教會 培訓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 你可以學習延遲享受 這一代的年輕人 什麼東西都太快太素了 他沒有辦法體會到 延遲享受所帶來的快樂 所以減重 他其實也是一個延遲享受 得到的結果 我愛吃鹽酥雞 我愛吃炸雞 我愛吃薯條 我可以等我瘦下來之後 我再偶爾的吃 而不要天天的吃 這叫延遲享受 不過我現在我是 我現在應該可以講我借鹽酥雞 借鹽酥雞 我應該借鹽酥雞我現在真的有借掉 你如果有條件 我覺得一個月吃一次也沒有關係 可以的啦 有條件 我都覺得人生本來就是要吃美食 那我喜歡我的學員 就是具備吃美食的條件跟資格 鹽酥雞 因為這天氣熱 啤酒 可樂跟鹽酥雞 對 我剛剛跟鹽酥雞跟洋芋片 你可以選擇鹽酥雞 為什麼 可是你的量要控制一下 為什麼我不是選擇洋芋片 洋芋片會刷水 那有時候 大包 你看美國人 奇怪 美國人為什麼會 他們那個是一大包的 馬鈴薯 那個可能有時候是爆米花 玉米片 反正什麼都有啦 反正他們就是桶裝的對不對 刷水啊 可是鹽酥雞你要吃那麼多 不太可能啦 鹽酥雞你買來 頂多一包 一包 然後剛好有家人的話 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吃個貴眼一點就好了 這樣你會覺得人生比較美好 可是你可以設定說 比方說我兩個禮拜一次 然後或者一個月一次 就是當作我們說當作放鬆日 放鬆日的時候 你記得吃完鹽酥雞 你知道它有點小垃圾 你就趕快多吃點水果 就是多吃點高纖的水果 比方說番茄 芭樂 維他命C 泡個維他命C水來喝 這樣子 鹽酥雞對你身體的傷害 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個是說 我是隔天喝維他命C 還是吃完馬上喝 吃完馬上喝 甚至前面喝都沒有關係 船在擋 因為維他命C 是我們人體很需要的一個抗氧化劑 就是講來講不完 如果你發現你的維他命C不足的話 它首先會從眼睛的 眼血管很容易爆血管 刷牙的時候很容易流血 你用這兩點來評估 你是不是維他命C極度缺乏 眼睛會有點眼中風 其實是小血管 我們人體的血管就是眼睛跟腎臟最細小 當這兩個小血管都開始在塞的時候 以後就會塞大條的 所以你就要注意說 如果你刷牙已經會有流血的狀況了 剔除牙周病 牙周病也是一個維他命C缺乏 有可能導致的一個原因 那老師會建議說 你可以適度的補充一些維他命C 對你的身 就是日常的生活品質跟血管的彈性 是有幫助的 可是 現在你們一般接觸到的小朋友 這種特殊毀胖的 有多嗎 多到什麼程度 二三十年前 大概一百公斤的 就是我都說鳳毛麟角 以前很少 大概一兩個 八十九十就很了解 對八九十就是 可能就是一段時間才會遇到 現在門診就是 大概十個裡面會有三個到四個 一百公斤以上的 而且一百還不是一百而已 百百百 百百就是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 甚至我們門診去年 最重的是從一百六十公斤 減到八十公斤都有 可是這樣減會不會 他會不會受不了 有營養師啦 安全啦 有我們在就是很安全 如果我們不會害他 然後我們的個案太多了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方法 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然後他這種大體重瘦下來之後 連膝蓋心臟都會負擔就減輕 那我說的這種白白白瘦得下來 就可見一般人減肥 其實沒有那麼難 可是你要用對方式 否則他只能越來越胖 然後他瘦得下八十公斤 表示他在這段時間的飲食 做的都是對的 黃姐 我再請問一下 像一般人在減重 所以他有一個觀念說 比如說我就不吃電了 不吃電 就是我們營養門診說的 就是我們會幫學員做測試 長期不吃 我覺得我不太建議 我們門診的經驗是這樣子 現代的人很像油電混合車 就是他不是單一的就是 就是汽油或單一的用電 我們的老祖宗可能可以 老祖宗可能如毛鷹血 就是純磁蛋白質沒有碳水 可是我們現代人都經過 電粉的驯化 然後基因的類型很複雜 像台灣人 世界上第二個基因複雜的族群 所以每個人對澱粉的需求 或澱粉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才說 其實你如果發現你自己 一段時間不吃澱粉 偶爾會抓狂 抓狂就會到時 那就表示你不適合長期不吃澱粉 用這個指標來測試 好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NDRN建設管理中心的 總要是黃岸陽小姐 然後我們這一次還是要送 這兩本 兩本其中之一 一生就減一次肥 講的比較多是觀念 那另外一本就是 臨床的個案 都是大體重的個案 就是個案的一些分享 這兩本一個是觀念 一個是個案 其中之一 因為我們不知道門診的書 大概剩多少 那我們通常是留給 就是比較有減重需求的一些聽眾 如果說你家裡面有肥胖兒童 或者你自己本身有慢性病三高 那有需要營養師協助的話 我們待會會留個專線電話 來讓你 你可以打電話來諮詢 對了解你自己個人的肥胖問題 這個電話是台北市 台北市02-2388-8282 台中市 台中市 台中市04-2473-8020 2473-8020 好 歡迎黃小姐 謝謝 我們再早時間再來聊 好再聊 OK 拜拜 OK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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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